对于今天的珠海航展来说,可谓是相当的精彩,很多军迷估计和我一样,即便说没有抵达珠海航展的现场,但是会坐在电脑旁观看直播,前些天歼20的频频出现早已让大家按耐不住自己的心。 所以珠海航展了一大早我们就看到早已人山人海,很多人期待这一天很久了,只不过大多数的人会和我一样,把焦点都放在了歼20身上。 其实这次珠海航展我们的参展规模和参展装备都大大超出以往,我们空军诸多的先进装备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航展,所以这次航展大家关注的地方也比较多。 虽然说这次大家关注的焦点都放在了歼20身上,即便说歼20这次以三机编队也展示出了超高水准,但是看完今天整体的表演,我们会感觉到这次歼10V的确是一鸣惊人,有点抢了歼20风头的味道。 可能这也是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,毕竟歼10V这次是第一次装备国产矢量发动机公开亮相,说白了这样的歼10V只是验证机,再加上我们自身在航天发动机方面的雷弱,所以很多人虽然很期待歼10V能够带来惊喜, 但是一开始并不是非常看好。毕竟矢量发动机将会使一款战机有致的提高,而我们之前还没有自己的矢量发动机,这也是很多人诟病歼20的原因。 但是结果完全出乎预料,歼10V一名惊人,这次单机特技表演,带来的震撼远超大家的想象。 我们看到,歼10V在表演中无论是狼头激动还是高难度的眼镜蛇动作,甚至是悬空停留做落叶飘的高难度动作,歼10V竟然超乎奖项的以游刃有余的姿态轻易完成,也引起在场观众的震震尖叫。 可能很多人会和我一样,歼10V带来的震撼让屏幕前的我们热血沸腾,有点一雪前耻的味道,说敢说我们没有能做眼镜蛇的战机。 谁还敢说我们一直在吹牛。 这次我们用事实打了很多人的脸。 这次歼10V首次装备矢量发动机,竟然能够做出这么多高难度的水准,也意味着我们的航空发动机进入了一个里程碑的时刻,而这样的成就为我们的歼16和歼20显然做好了铺垫。 很多人闹闷的是,歼10V只因为装备了矢量发动机,就能做出眼镜蛇和落叶飘这样高难度的动作。 显然不是,歼10V次翻一鸣惊人,绝不是仅仅得益于新装备的矢量发动机。 还有一个那就是歼10V的气动布局,这种矢量喷管与气动布局的强强组合,使得歼10V在做各种高难度动作时,都可以保证自己的机动性和平衡性,光靠矢量发动机显然是不能完成的。 今天的歼10V也让我们真正见证了自己的战机,也可以完全做出眼镜蛇这样的高难度动作,谁还敢说我们吹牛。 这也让我们对自己的歼20充满了期待。 毕竟一旦歼20装备了矢量发动机,那么显然会让歼20有一个质的飞跃,那样才能真正的让歼20的短板不被诟病,也让我们的歼20完全有可能超越F22。 也希望这样的时刻早点到来,加油! 拖航展的福,太航使用版歼10V表演了极低速大公交通场拉烟,这展示的是飞机低空低速可操控性,使用版喷环果然不俗,有网友指出,和歼10A低空低速比较,使用版明显更轻盈,更稳健,不费劲。 关于我兔这款矢量发动机,有人又开始给它找点了,说是抄袭俄罗斯苏35的117S,真的是这样吗? 矢量版坚持V级低速大公交拉烟,苏35的117S矢量喷管,不能全向摆动,只能单向偏转,它通过内部的球面环结构实现偏转,导致发动机后端很长,喷管重量和转动罐量都更大, 且不具备隐身能力,属于上一代了,而苏5时期的产品30作动机构过于复杂,且不紧致,稀里哗啦的,没有太行矢量版精巧和隐身效果好,更早的欧洲EJ200矢量验证喷管,后来的俄罗斯产品30和我国的太行矢量版,它们要实现全向矢量,主要思路其实都是一样的,三者无一例外都是采用了内部作动机构摆动来带动外部偏转, 偏转幅度大,结构重量小,且利于隐身,原理和结构上都大差不差,是技术上的疏图同归,使量板坚实比喷口正面, 我们研制三元矢量喷管的时间并不比俄罗斯人的产品30万,况且高度保密的东西,抄袭有那么容易吗? 动不动就说抄袭,模仿,山寨,逆向工程,实在不负责任,别人在发展,我们也没协助。 更多是制作部说,抬山一分钟,抬下十年工,今天太行矢量版的成熟,是多年的尖心和汗水的收获。 如今单发尖10V就可以在珠海人山人海的观众上空进行表演,说明我吐对这款发动机的性能很自信。 条条大路通罗马,细节方面虽有差异,但力学理论是一致的,世界上的飞机大同小异,到底谁模仿谁? 在三元矢量喷管的作用原理差别不大的情况下,就看哪个国家的制造水平更高,飞控系统整合得更好,这是综合实力的体现。 总体看,我吐的太行矢量版设计精巧,推力矢量损失也最小,苏35的117S,重量大无隐身能力。 对于太行矢量版喷管的偏转,很多人认为只有最外面的一小段会偏转,其实这个小段的确是运动幅度最大的,但实际上其矢量作用的是内部喷管扩张段,它的摆动通过作动机构带动了外面喷管尾部的偏转。 简单说它有内外两层结构,内层相对固定,但通过连杆推拉作用,带动喷管尾端向各个方向摆动,从而获得矢量推力。 对于战机的机动性,矢量喷口的作用更大,不仅提高了格斗中的压音速机动,同样在高空超音速机动下其贡献值比多面更巨。 美国F22在1,6马克下能做出6具过载机动和矢量喷管分不开,在稀薄空气下仅靠垛面很难做到大过载机动。 另外在超音速巡航中矢量喷管的配屏作用比压抑或尾翼更大,更灵活,还能减小阻力。 同时利于隐身,歼20压抑据说采用了全副材透波材料,但是对整体隐身性还是有影响,多一样东西就会增大反射截面。 苏517产品30,工艺稀里哗啦,从歼10B这款矢量喷管看,更像是验证性质,而不是全状态和量产型。 目前看,我国发动机和喷管应该是分开研制的,类似模块化设计,只要事先定好规格参数,后续喷管是可以匹配的。 矢量喷管,会损失一定的推力,这是难免的,所以要求发动机推力足够。 这是前提,太航版矢量喷管的成熟,意味着WS15大推也快了,歼20完全版可以期待了。 我国航发技术即将全面迎来黎明时分,而中推WS19后续也有望加装喷管,那时的歼31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 有关歼20和歼31究竟谁更适合上舰,一直以来都是大家争论的焦点问题。 每隔一段时间,网上就会有歼31取得户口,空军和海军抢注要的传言。 然而每一次,传言都被证明只是传言而已。而相比歼31的高调张扬,歼20在这方面则要谨慎得多。 它就像一个寡言少语的技术宅,在为中国航母事业默默地付出努力。 不过,就在今天开幕的珠海航展上,中航工业在大荧幕上播出的一个宣传片,有力证明了上舰的是歼20,而不是歼31。 从这张图看,上舰的到底是歼20,还是歼31呢? 中航工业发布的这段宣传片时长4分18秒,画风一感以往八股闻的味道,突然变得科幻无比。 片中各种四代机,舰载机,无人机,运输机,轰炸机,空天飞行器轮番亮相,而在其中出现的几个镜头里,明显可以看到停放在新一代中国航母甲板上的舰载四代机,机头有标志性的压抑,画面确认是歼20无疑,右边舰载机露出了压抑的一角。 这张图,给出了最终的答案,是歼20无疑。与此同时,纵观整个宣传片,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变化。 在以往中航工业的宣传片中,歼31总是扮演住十分重要的角色。 很多时候它出现的画面,比正经装备空军的歼20还要多。 然而这一次,歼31镜被压缩到只在接近片尾的时候出现一两个镜头,而歼20的画面则突然增多。 这足以说明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变化。 整个宣传片中,歼31只这样匆匆略过一次,而广大网友对这一变化也持有欢迎态度。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,歼20在很多方面,不但远远超越了歼31,即使在全世界,也居于领先地位。 用这样先进的飞机改装舰载机,是人师常情。 更重要的是,歼20已经服役,性能和产线也比较成熟。 海军拿到歼20改舰载机的速度和满意程度,均会远远超出八字还没一撇的歼31。 歼20上舰,远比歼31靠谱。 作为中航工业在珠海航展开幕式上发布的宣传片,绝对不会是随意编造,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。 歼20中标,歼31自然只能另选出路。 不过,目前可供歼31挑选的出路并不多,外销似乎是唯一的选择。 然而自从F35大幅降价之后,中东土豪国家购买F35的意愿逐渐增强。 歼31唯一有希望留住的客户只有巴基斯坦,然而与巴基斯坦做生意并不容易。 歼31躺得过这条狠吗?